正在穿着水下训练航天服务 进行中性浮力水槽训练的 是神舟16号成组 其中贵海潮略显与众不同 这副近视眼镜 也向人们透露了它独特的身份 今年36岁的贵海潮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致力于航天动力学与控制的研究 2018年5月 我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为满足空间站工程任务需要 这次选拔在航天驾驶员基础上 增加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贺专家两个类别 这个消息对于从学生时代 就对航天有强烈探知欲的贵海潮来说 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我在国外期间 2016年的时候恰好赶散 国外有一批宇航员的招募 当时我听到了以后 我就在想 哎呀 要我们国家也能 把航天员的招聘 面向社会的人员开放 那该多好 对 没想到啊 这个一转眼 回来干工作半年时间 就收到这么一个消息 所以做报名的时候 是想都没想 毫无犹豫就像 我们学院的人士老师就报名了 贵海潮经过层层选拔 从众多报名参选的人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 四名载荷专家其中之一 载荷专家与以往从飞行员中 选拔的航天员不同 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 但是作为航天员 他们从选拔到训练 对体能的要求非常苛刻 我们载荷专家选拔的时候 通过的测试呢 是六个级的操纵 但是最终的训练目标 是要达到八个级 那刚入队的那一次测评当中 呼吸对抗的动作啊 也不是很在节奏 另外一个项目是转椅 每一次在做完转椅这个科目以后 走路都感觉到天旋地转了 通过请教教员找经验 每一次体训课之后吧 都安排了一些自己的家练 学习飞行员他们训练的那些方式 增加自己前庭这个耐受性 增加它的刺激 那到今年的测试的时候 也是达到了一级的水平 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 第三批航天员需要开展 八大类百余巷的训练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要完成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对贵海潮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沙漠野外生存训练 你需要独立地生存两天 而且呢完成规定的任务 再有呢是这个狭小密闭环境当中 进行了72小时的睡眠剥夺实验 你要保证自己不要睡着 同时呢心理和情绪状态呢要稳定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 但是真正坐下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原来具备这样的这个潜能 那么也同样的是这样的这个科目 让我们对于未来长期的太空生活和工作呢 有了心理上信心上的一个建设 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 载荷的进出舱也越发频繁 神舟16号载轨任务期间 贵海潮要和景海鹏 朱阳柱一起 完成空间站一些舱外子系统设备的出舱安装 以及暴露载荷在外太空高辐射 高真空原子氧的环境当中进行实验和研究 从最早的一个潜水训练 再到基本的通用的作业能力训练 再到面向具体的作业任务的专项的一个出舱程序训练 包括水下的部分 水下的主要是作业技能操作技能 再有呢就是出舱程序 再有呢虚拟现实 多种手段 多种训练方式的结合 让我们呢快速地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技能 作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载荷专家 贵海潮有着丰富的实验室经历 在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领域成果丰硕 在SCI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 这些学术研究也为神舟16号任务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空间站进入运营和发展阶段了以后 科学实验项目的数量 大幅度地增加 还有呢专业性操作的技能要求的程度 也比之前呢大幅提高 形成这样的一种职责分工了以后 可以有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 保证在长期飞行的过程当中 这么大数量的科学载荷 科学实验呢更加稳妥 可靠 提高我们的成功率 后机勃发 对于即将到来的五个月的太空之旅 贵海潮充满了期待 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从身体上 心理上 思想上 我都准备好了 迎接这一次任务的挑战 而且呢也非常期待 进入我们国家的空间站 太空这样一个独特和神秘的环境里边 我觉得我特别想把这一次的任务 当成一个发现之旅 再有呢就是太空那么美丽的观景的平台 那么好的角度 可以看一看我们地球 看看山川 看看海洋 看一看星空 我也期待着能够 在这样壮美的环境当中 放飞自己的思绪 畅想任何可以想象的东西